豆瓜炒炒炒炒炒炒 松茸的冰一冰 比較平民的酒 解疲勞啦 有感覺到解疲勞嗎? 滷的 還沒放中藥的牛肉 濕的 你跟聖童酒放在一起吃 喝完 大家好歡迎來到一九一菜 一九一菜 我們都沒清菜 今天來到哪裡? 光復新春 省政府時代 全台灣第一個有下水道 馬桶啊 忘記介紹 我今天邀請到我們的酒肉朋友 來 丁丁 丁丁為什麼我們約來這邊? 因為聽說這邊有很多文創的商店 本來是舊房子要拆掉嘛 對不對 後來就把它改建了 很多有想法的年輕人 經營成咖啡廳啊 經營成酒吧 所以你也算是有想法的年輕人 所以你來這邊 我來看都還沒有什麼泰泰的想法 哈哈哈哈 什麼東西啊 好啦 今天的菜叫做 肉菜 今天介紹一個非常有名的酒 生龍酒 但我從來沒有喝過 久聞其名 但沒喝過 有很多人很多人 聽過看過 沒喝過 我們今天就要來喝這個 一九一菜 生龍酒 其實應該是會有 喝別的 喝醋的感覺 特別的化學作用產生 來聞一下 聞一下 有蛋龜的味道 士林夜市的藥炭排骨 非常香 喝起來甜甜的 甜味先 人參的味道比較重 它有一點點肉桂的味道 對 沒有喝到鹿龍的味道 鹿龍到底什麼味道 對啊 生龍 人參跟鹿龍對不對 對 只要大家有提到 人參跟鹿龍的話 就是 病醬酒的飯 病醬酒 喝醉的病醬酒 對 25度 雞酒是高粱嗎 它的雞酒 是高粱的話 它是蒸餾酒 對 蒸餾酒 下去泡藥材的話 這樣算是浸泡酒 還是蒸餾酒 好像 女士應該是浸泡 美酒也是浸泡酒 對不對 如果觀眾有什麼意見 可以在下面留言 這原來是高粱 然後它後來泡了藥材以後 產生顏色 其實威士忌的道理也是 因為它是放在木桶裡面 對 著色 這個夾花生料功力 其實它就有賣麵 還有賣很多的小菜 它土豆味道 把那些藥材的味道蓋出去了 你特別嘗到酒的味道出來了 本來是就有滷花生的味道 對 可是跟酒一大以後 花生仁湯的那種 那味道有沒有 滷牛肉 這個是算瘦的部位 旁邊有一層 飽飽的牛油 加上去之後 金門的牛肉乾的味道 吃吧 滷的 還沒放中藥的牛肉 吃的 你跟聖湯酒放在一起吃 喝完 變成牛肉乾的 喝的就很特別 喝酒不開車 開車就不要喝酒 開車不喝酒 喝多了不要鬧事 對 我們今天有特別請司機 來載我們回去 豆干 它豆干不是那種味道特別重 花乾 它口感比較韻 也是還好 所以它配豆腐類的 你沒有那麼出色 豆干擦擦擦擦兩款 中藥的看一罐 比較平民的酒 解疲勞 有感覺到解疲勞嗎 可能要再喝一下才會解疲勞嗎 切五角喔 我們那個司機說是切五角 切兩角 餐餐餐餐 說切五角 中藥要看一罐 這整個地方 不管建築物或是人文 融入的那種感覺 我找到小時候的感覺 但小時候可惜是我們沒辦法喝酒 所以我們不知道那些老人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樣子 今天終於感受到 因為我們18歲不要喝酒 對啊 海帶你不敢吃 對啊我不敢吃 看它的鹹味 海帶的可以講它是葉子的話 它是葉末的部分 它刮一刮 它刮 雖然不敢吃我試一下好了 後面那個味道很不一樣喔 藥酒融在一起 最後有一個特別的味道 有一點像空大師的味道在嘴巴裡面 那有業配嗎 沒有 這個也沒業配啊 幾乎每一樣都是還原到本味的感覺 這個什麼針 雞針還是鴨針 雞啊 這個比較小的 我應該是雞 軟硬適中 先是很甜 然後接下來還有酒的味道 原來那個本味 因為它滷了之後啊 可能被滷汁的味道蓋過去 加了這個喝完之後 你可以吃到它最精髒的味道 最後一個 豬頭皮 豬耳朵喔 對不起 是豬耳朵 它耳朵跟頭皮連在一起 沒有差很遠 非常有腳感 膠質的部分 非常的黏 油脂跟酒精混合 簡膩有 光復新春其實是一種懷舊的感覺 對懷舊的感覺 有機會來逛很多文青小店 我們今天先 老光復新春 一九一菜 我們都不會新菜 登公 腰丁丁一起來 你住地哪裡 我住地高雄 就是高雄的一九一菜 好不好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